男性患上阳尾之后并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 但是却会严重影响性生活的质量 久而久之夫妻间的感情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想要避免因阳尾对男性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找到导致阳尾出现的原因很重要 长期境遇会导致阳尾吗 长期没有性生活可能会导致阳尾的出现 这也就是离婚之后没有再举护着丧偶的人 更容易出现阳尾这种症状的原因 长时间没有性生活有极大的可能性会使勃起 中枢失去应急反应 此时阳尾也就自然的发生了 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阳尾呢 一过度疲劳 长期超负荷的学习或者超负荷的工作 又或者性生活频率过于频繁 都有可能会导致阳尾的出现 因为过度疲劳会使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 当过度兴奋转变为意志时 则会导致男性出现阳尾的情况 二性生活不协调 有些夫妻之间的关系特别差 两人在一起也只是为了维系夫妻关系而已 而性生活则成了一种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性生活 男性则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出现阳尾的情况 三过度紧张 男性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 如果缺乏自信心或者担心女性会因此怀孕 也有可能会导致阳尾的出现 因为心理因素是导致阳尾的主要因素之一 整天处于紧张或者恐慌的状态 对于男性的性功能是不利的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者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感谢观看